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是说 一个读书人 只要三天不见 我们就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他 识别三日 刮目相看 是比喻进步得很快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谚语的典故是来自于三国志 在三国志当中说的 三国时代 东吴的大将叫做吕蒙 他本来是一位不学无术的武夫 只懂得在挣钱杀敌 练得一身好武术 对读书却兴趣缺缺 所以给人一种很粗鲁 没有气质的感觉 有一个人叫做鲁肃 他看到了吕蒙 觉得这个人空有 空武有力的外表 但内在却没有才华 因此不乐意与他交往 吕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孙权 并且说 他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孙权听了之后 就劝他说 人要多读书 心胸才会开阔 思想才会周密 也才会有智慧 否则 单凭匹肤之勇 总有一天会坏事的 吕蒙听着一席话 他就发愤图强 常常是读书读到三更半夜 读到很晚才上床睡觉 有一次 鲁肃和吕蒙又碰面了 两人为某个问题进行讨论 双方看法不同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想不到啊 这个时候的吕蒙 说话不在空洞了 而是引经据点 说的是条理分明 句句是铿锵有力 鲁肃非常惊讶 他就走过去拍拍吕蒙的肩膀说 哎呀 我只知道将军武艺出众 没想到您的学士进步的那么神速 已经不再是吴国乡下那土里土气的阿蒙了 吕蒙听了很高兴 就昂起头来回答说 一个读书人 只要三日不见 就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他 试别三日刮目相看 卢素对吕蒙的印象 从此完全改观 很乐意与他交往了 小朋友 下面德仁叔叔就来造一个句子 比方说 你可以说 从现在开始我要发愤读书 考个好成绩 让爸爸妈妈看到成绩单之后 笑得合不拢嘴地说 真是试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期盼小朋友们都能够学会这则有趣的谚语 我们下回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